拜登政府说美国的家庭必须要来资助来保护乌克兰 为什么呢? 根据拜登的说法是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在国外的价值观 Value Overseas 但是那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还有是谁的价值观呢? 最主要的是拜登展现了他的实力 不会让俄罗斯为所欲为了 上个星期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站台 说了几句话明确的说明他会从乌克兰境内 赶走普丁 折罚普丁 对俄罗斯发出了强烈的警告 和一的明确的制裁 周白拜登 美国有史以来最虚伪的总统 这个指控总统参选人 Mid Romney把黑人用锁链锁起来的人 一个说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是纳粹主义的人 种族歧视的人 把我们说成是国内恐怖分子的人 现在制造这么多纷争的人 要把全世界合一啊 这位从老布希时期讲话就支支吾吾 跟一个痴呆老人一样 现在他要世界合一的 在他的带领下面执行明确的目标 周白登这个犯了所有的法律 包括偷窃选举 在没有证据下面随便指控年轻人种族歧视 无视BOM打砸抢 抢朋友的老婆 儿子吸毒嫖妓 好像全世界都看到 然后现在完全没有定罪 现在他要合一的带领世界 在他明确的方针下 治罪普丁 如果我是乌克兰人的话 与其说准备打仗 还不如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拜登说要合一 但是是不可能达成的 因为合一有两种 一种是你闭嘴 你不要想 我完全能听我的 你没有选择 我会用武力强迫你合一 另外一种合一是 你别来烦我 我也不要来烦你 我们有基础共识 各过各的合一 因为在地上不可能合一 我们只有在一个制度下面可以合一 那就是 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就是生命 换句话说就是 耶稣是爱 就跟我现在穿的T恤一样 Jesus is love 由Abonding Glory提供 Abonding Glory是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涂装公司 专门为敬拜团跟教会定制衣服 他们的衣服不会像一般教会的活动那种 穿一次大概就不会再穿的那一种 像我现在穿的这一件 是用High Density Plaster Saw Print印上的 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耐穿 在这个时代 没有任何事情是比耶稣是爱还更重要的 因为耶稣是爱这个事实 就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就去Abonding Glory.com 购买他们的商品 只要输入折扣码 AINews就可以想有 5% OFF的优惠 如果教会有需要他们的服务的话 也可以找他们帮忙 他们会使用非常好材质的衣服 来去做你的活动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 上个星期我出了影片是在讲普丁的 说他很像个领导人 他可能在那些speech上面扭须了历史 他有些事情说的不是事实 但是他讲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方向 因为他是一个领导人 而且他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Joe Biden的声明 就是你刚刚听到那一段 模糊的一塌糊涂对不对 但是可能是整个演讲里面最清楚的一段了 剩下的就是他自己里面飘来飘去 然后讲错话 讲错字啊 然后很没有威严 甚至没有逻辑 昨天 昨天 世界上听了明显 拉丁尔普丁的历史 录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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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制如果 ele 破坑美元吉 就會繼續攻擊 最好的理由就是 不是我不尊重美國 是我真的沒有聽懂美國總統到底在說什麼 川普執政四年的時候 普丁什麼都沒有做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川普會幹嘛 他不知道他會有什麼動作 川普會不會馬上101空降師 直接降在莫斯克 他覺得川普是個神經病 全世界都在害怕金正恩的時候 川普說那個北韓那個又矮又胖的領導人 他不知道川普要幹嘛 但是拜登呢 他很清楚的知道拜登什麼都不會做 全世界的領導人都知道這個人的腦細胞應該只剩下10%了 所以普丁已經派出了 Peace keeping force 維和部隊到了烏克蘭了 你有聽那個俄羅斯的軍隊要殺過來了嗎? 沒有關係 我們已經派出了俄羅斯的維和部隊來保護這裡的人了 不過說實話 烏克蘭跟我們基本上沒有任何關係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根本不在乎烏克蘭 不是因為我們 或者不是因為你 刻意的冷血還是怎樣 是因為你是一個人 你每天的時間跟精力是有限的 烏克蘭對你來說並不重要 你在乎的是你身邊的事情 隨時在這個世界上幾乎都有戰爭在發生 那個國家被推翻了 那個國家的領導人被換取了 那個國家的總統換人了 你要在意每一個戰爭嗎? 你每一個戰爭你都要選邊站嗎? 阿富汗現在正在內戰 塔利班跟當地的其他恐怖組織不合 伊索比亞現在也在內戰 已經死超過9000人了 甚至有報導說超過了5萬人 燕門現在也在打內戰 而且還跟阿拉伯有關係 這些你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 因為我在早之前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戰爭其實跟我們沒有特別大的關係 不是因為我們不在乎其他人 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在乎那些人 那些國家離我們離得很遠 而且跟我們沒有任何的關係 這跟我們的重要順序也是有關係的 我們應該要比較在乎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國家 多過於以外的事物 但是現在突然 你的國家領導人說 你要非常在乎烏克蘭啊 你要隨時在乎烏克蘭啊 烏克蘭那裡過得水生火熱啊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忽略人命呢? 你現在就應該要覺得烏克蘭很重要 就算上一秒你還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 阿富汗還記得吧? 過去20年我們最在意的地方就是阿富汗 結果我們的領導人突然跟我們說 不應該在乎阿富汗 那邊的人跟我們沒關係 美國人們 你現在要把阿富汗跟留在那邊的武器 全部忘得一乾二淨 因為阿富汗不是你的責任 不是你的事情 現在我們要在乎的是烏克蘭 我們必須跟烏克蘭人一起奮戰 甚至為了烏克蘭犧牲 如果你還不在乎烏克蘭的話 你就是叛國啊 你應該直接被槍斃啊 俄羅斯軍隊已經侵入烏克蘭兩個城市了 這兩個城市叫什麼? 我上個星期三的影片有講到 沒關係 我也忘了 普丁說那些人想要他在那個地方 烏克蘭總統跟我們的領導人還有媒體說 烏克蘭不希望普丁在那個地方 但是說穿了 我不知道 但是 身為一個美國人 我們的責任就變成乖乖的待在這個地方 然後相信所有CNN說的話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慮的話 你就是個叛徒 你是個民主的叛徒 你是個自由的叛徒 例如如果普丁說 我們要在那邊保護他們啊 如果你問說 是喔 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呢? 他們就會說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就是個叛徒 那烏克蘭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大了 拜登在演講裡面說 這一切都是要有代價的 而 你要為烏克蘭付出 你可能會覺得就是 油價已經很高啦 什麼叫你不會針對我們的經濟 你不是已經搞砸了嗎? 但是他知道 是我們投票出一個老人痴呆症的總統 所以說 我們的腦子一定也不好使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了 接下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美國所有的問題 經濟衰退 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 其實都不是拜登的錯 都是因為普丁的關係 因為他打烏克蘭 所以你的生活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 已經開始了 CBS發推文說 美國經濟受創 油價上漲 通貨膨脹 以及供應鏈失調 因為烏克蘭的危機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的油價不是 一位失憶老公公一上任 每個月都在上嗎? 但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普丁攻打烏克蘭 不過拜登是對的 現在在烏克蘭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給他們所有的援助 全部都是從你跟我的身上來的 都是從納稅人的身上來的 如果變成了全面戰爭 美國徹底介入的話 地面部隊跟進去的話 所有的損失還有犧牲 全部都會從我們身上來 拜登跟那些政府官員 不會付一毛錢 也不會有任何人死 但是你要付出 你和你的家人要付出 要為了烏克蘭存在與否而擔心 為什麼呢?烏克蘭干我屁事啊? 我們來聽 Jane Sackey 白宮發言人的答案 I think what hopefully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are tuning into this or have been tuning into this will see is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 have been rallying the world and standing up against the efforts of Russia to invade and take and carve out a chunk of another country for their own and that is the world is sta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actions of President Putin now why does that matter I realize that's what you're asking me why does that ma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should matter because that is a fundamental value that we as a country stand up for and we stand up against that type of action that goes back to World War II and we have repeatedly throughout history been leaders in the world in rallying support for any efforts to seize territory from another country when the president spok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him to be very direct and clear and straightforward with them about what this could mean as we looked to what the impact of an invasion could mean and also what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could mean and the fact that standing up for values is not without cost including in this case t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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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ents in in Source in not con авлив 來介紹每一個景點 不管是住的酒店還是吃的餐廳 全部都是萬中選一集品中的集品啊 全部都確保了環境衛生、清潔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去一趟聖地的機會 現在以色列已經全面解禁了 各位已經不需要擔心有沒有疫苗護照了 現在去耶路撒冷真的就是最好的時機 人還是很少,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享受、拍照 真正去沉浸在聖地的時間變多了 你去過以色列嗎? 我也沒有 但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去 聽說4月的時候就是最好去以色列的時候 而且4月又涼爽 現在就打電話給加拿美麗旅遊公司的Wendy或Pamela 18777379937 參加他們4月的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螢幕上面也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打電話的時候記得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真的推薦所有的人去一趟以色列 了解一下神到底要我們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可以透過聖地更了解聖經的律法 讓我們可以了解我們的命定以及我們的地上的使命 不然你很容易就被 Jensaki這種人胡亂呢 好我們來回到Jensaki剛剛說的東西 這個政權連解釋都不想解釋了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證明 烏克蘭跟美國人 美國的家庭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們連說謊說 我們去烏克蘭是為了要幫助美國人 跟美國 連個理由都沒有 白宮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價值觀 Value 或是American value 美國的價值觀 保護美國價值觀這個說法 讓美國過去十幾年捲入了好多個戰爭 每個開戰的總統都會說是 我們要為我們的價值觀奮鬥 請問什麼是價值觀 一個國家不能侵入另外一個國家嗎 這個算是個價值觀嗎 國與國之間都會有衝突啊 我們要參與在每一個有衝突的裡面嗎 OK 所以說不是一個價值觀 國與國的衝突不是一個價值觀 侵略不是一個價值觀 而且美國侵略的國家還少嗎 那我們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 原本絕大多數的人會說是自由 那自由又是什麼 是依照聖經自我管理 然後不去干擾其他人 然後讓我們互助的自由嗎 我們的政府是被一群變態掌控的 Pedophile OK 對他們來說 可以隨時殺死嬰兒是自由 對他們來說 我們一年殺死六百萬的嬰兒代表自由 他們認為自由代表政府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 強制關閉任何的商業往來 關閉教會 逼迫小孩戴口罩戴兩年 這些都是他們認為的自由 他們的自由還包括 把十一歲以上的小男孩 GG切掉 讓他們變性 然後讓女生打荷爾蒙 自由還包括 封鎖所有的不安全的言論 他認為說刪除警察 讓我們的城市變成犯罪天堂是自由 這個不就是我們現在 美國文化輸出嗎 這個我們要守護我們的價值觀 一直以來都很蠢 但是現在不但蠢 而且還完全不合理 當我們的價值觀已經完全衝突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共同的守護我們的價值觀呢? 共同的價值觀現在根本就不存在了 我很驕傲的說 我沒有任何一點價值觀是跟拜登政府相同的 他們的價值觀是 批判性種族理論 性解放 性別流動 變性 反基督 反人類 反常識 反常理 這些就是他們的價值觀 我不只不認同這些東西 我憎恨那些所謂的價值觀 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跟那些價值觀開戰 跟那些價值觀戰鬥 然後他們現在要我們全部的人 都要為那些價值觀而付出 在過去這幾年 他們常說我們沒讀書 沒嘗試 不開明 說我們不進步 說我們是境內恐怖分子 然後現在要我們合一的付出 吃屎吧 目前普丁已經進入烏克蘭了 非常可怕 已經開始死人了 軍人還有平民 我們請繼續為烏克蘭的人民禱告 然後 中國共產黨現在也對台灣虎視眈眈 現在 冷戰之後建立的社會制度 好像馬上就要崩潰了 拜登政府要讓你知道 真正的敵人是什麼 就是 全球暖化 以下是我們美國氣候大使 還一度差一點變成我們總統的 John Kerry 我相信普丁聽了這一段話之後 一定就會有很大的感觸 然後停止公布 他現在在烏克蘭 開著米格戰鬥機 然後對著平民丟炸彈 一位 只要你是他的政敵 就會被暗殺 被嚇毒 但是最後全部爆出來都是自殺死的領導人 前KGB的間諜 公開的說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重建強大的蘇聯 這個樣子的人 會被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感動 甚至被嚇到 這個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John Kerry 還是拜登政府裡面 腦子算是最清楚的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國務卿Anthony Blinken 一直在積極的討論 現在該怎麼辦 要經濟封鎖俄羅斯嗎 要使用駭客攻擊嗎 要怎麼樣制裁俄羅斯 我們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會有用嗎 他在記者會上面就被問到說 我們現在要對俄羅斯做什麼樣的制裁 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對美國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以下是美國的國務卿 向所有的人保證 所有的制裁 一點用處都沒有 Russia's economy is fueled by gas and the U.S. is a consumer so would the U.S. consider cutting off oil and gas purchases from Russia Well, what we're doing Nora across the board is making sure that we inflict maximum pain on Russia for what President Putin has done while minimizing any of the pain to us we're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both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alike to minimize any impact that this may have on energy prices and gasoline 蛤?他有回答這個問題嗎?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會停止跟俄羅斯購買天然氣跟石油 還有買天然氣 最大的買家就是美國 那如果美國停止跟俄羅斯購買的話 普丁的戰爭機器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但是同時也會打擊到我們這些一般的小老百姓 特別是像我這樣很窮的人 如果你很有錢的話 你是可以加油油價上漲 對你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 但是我的話 每次油價上漲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汽油價格上漲代表運輸上漲 運輸上漲代表物價上漲 再加上現在的通貨膨脹 對美國人來說 不也是一個威脅嗎?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他的回答是 我們要傷害普丁 但是我們不能傷害美國人 但是這不可能啊 怎麼辦? 拜登的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 幫我們解答這個 國務卿在那邊咬舌頭的東西 就是 我們什麼都不會做 打擊的工程式 是完全不斷的 是你嗎? 我所說的是 我們的計劃 不是在任何方向 的流行的流行 從 Russia到世界 現在 我們也說 我們會切成功 的措施 我們要在這邊明確地 對天發誓 我們不會對俄羅斯 唯一的產業做任何事情 就是那個唯一的產業經濟鏈 讓普丁可以有錢來攻擊烏克蘭的那一個 我們絕對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會對俄羅斯的高科技進行制裁 俄羅斯的裁縫師 蛤? 那些怎麼在俄羅斯賣冰淇淋的 在俄羅斯賣泳衣的 在俄羅斯賣衝浪板的 你們這些人完蛋了 這些人到底是怎麼達到這麼高的位置的 這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就是 這些人就是一群懦夫 一群鬧腫 一群不敢做任何決定的娘炮 因為 當你到行政院的職位的時候 所有決定的事情都會幫助到某些人 但是同時都會傷害到某些人 所以這些人 不敢做任何的決定 川普對普丁的政策為什麼有用? 因為他打到普丁痛的地方 他關閉了北溪二號天然氣管 所以才有用 四年普丁什麼都沒做 說 sanction 就 sanction 拜登一上台馬上開放 而且關閉了美國自己本土的開財 也就是說現在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拜登政府一手造成的 但是全世界的人 特別是烏克蘭人 全部都要付上代價 烏克蘭的戰爭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 我同時覺得我們應該要 嚇止普丁的侵略行為 但是同時又覺得 那邊打仗干我什麼事? 聽到了這麼多政治人物 找了一堆爛理由 要我承認他們在說的那些東西 但是 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而且美國本身也是非常混亂的 當我們的國家 連男人跟女人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當我們的國家還在殺嬰兒獻祭孩童的時候 當我們的國家支持打砸搶 卻打壓和平示威的時候 美國到底有什麼資格去介入別人的國家 別人的國情 那為什麼美國之前有資格? 因為美國之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美國的所作所為 不是美國人自以為意的 而是聖經上面神寫的 當我們自己混亂 當我們自己失去自我 當我們不再像神的形象的時候 我們要譴責、制裁、攻擊的對象 是自己而不是別人 這個行為就叫做認罪、悔改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報稅季到了 角生社區中心一如往常 為社區提供免費電子報稅服務 即日起至4月10日 於聖蓋博、羅蘭港、方泉谷 及核桃市皆有服務地點 敬請電話預約或查詢 字幕提供